11月30日,媒体票选的95后四小生出炉,吴磊、刘浩然、王鹤蒂、王一博入选。 虽然这几年四小花旦之类的名头层出不穷,名单也在不断变化,从90后一直选到了00后。 但无论如何,这些名单都代表了行业的期许和期望,但排名却惹争议。 95后四小生名单排名已公布,吴磊,综合推荐率66.4%,王鹤蒂,综合推荐率55.81%,王一博,综合推荐率39.26%,本以为王俊凯出道早,人期望,这两年又有不少影视作品,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突围,结果落选了。 而四人中的王一博、吴磊、刘浩然都不意外,王鹤蒂也是今年才火的,就成功把王俊凯挤出了四强了。 吴磊以童星身份出道,17年来,参演了近百部影视作品,见证了几十位明星,从默默无闻到大红大紫。 而他也凭借这些作品的磨练,成为独当一面的戏骨,所以,他位列榜单实至名归,刘浩然读高中时,被陈思诚发掘,随后影视双七,主演了多部叫好又叫做的作品,演技受到圈内人盖章认证,所以,他不入榜单谁入榜单。 王鹤蒂属于后起之秀,也堪称一军突起,一部苍蓝诀令他封神,他的灵气,他的敬业,他对演艺事业的专注令人称道,也成为他事业大爆的筹码。 在四人中投票最高的是吴磊,最低的是王一博,对于这个95后榜单引起热议。 网友表示,这个榜单到底是在哄谁啊? 也有网友表示,王一博粉丝就没有投票,不要带王一博。 还有网友表示,这是在给谁抬嘎位?王俊凯,肖战,易阳千玺等落榜,王一博最后一名,这个结果让网友有些意外。 对于这个榜单有粉丝颇有微词,呼吁自家快跑,从名单上看,还行吧,这四位也都有各自的出圈作品,人气方面都不错,大家认为呢?